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齿轮凹的效率跟大小成正比 然后越大的齿轮效率越好 凹的转速越高效率越好 我们制作的棒最高的效率就是到2000转 然后2000转以后它的效率会明显的降低 所以我们最高的效率在2000转左右 我们使用斜齿轮和人质齿轮的效率最相近 就是它的效率比较就是很相近 它人质齿轮的噪音最小 然后再来是斜齿轮 然后最后才是正齿轮 在审验方面 人质齿最为审验 再来是斜齿轮 然后最后才是正齿轮 斜齿轮与人质齿轮 在过小的体积上 没办法发挥齐功能 一定要在一定的大小 齿轮丰大小才会发挥齐功能 齿轮丰使用轻量化材之后 还是可以达到接近铁制齿轮 然后之后在大量生产后 可以用在方便型齿轮丰 然后价格比较低 我们的总结就是 利用实验的数据加以分析后 设计出这种轻量化的齿轮和齿轮棒 在轻量化材料时 我们仍可把它做成达到 接近铁齿轮棒的效率